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章鱼的玩具 今天我们终于把HGUC的菲尼克斯毁灭模式NT的电镀版做完了 但是在做这款电镀的特殊材质的高达之前和过程中 我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总之这里给大家一一道来 首先就是制作前对电镀的水口该怎么处理呢 拿出一个肩甲的零件直接涂起来 这里用的是军式的金色马克笔 好,这样就涂好了 还是有漆横的,没有那种电镀的光泽感 接着我们拿出某宝上买的金色肚铝胶带 只要三块钱啊,这个胶带 把它切割成一个一个的小型的几何形 其实独角兽的话呢 其实是一个平四边形,偏零形的一个效果会比较好 这里呢,我涂省式切了一个矩形 然后我们就用这些小的胶带的碎片 把水口给遮挡住 因为这个胶带本身的材质啊 就是像电镀一样 所以可以发现贴上去以后材质非常的接近 好,继续贴 虽然说这两个材质很接近啊 但是贴纸的大小很不好控制 所以效果呢,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的好 还是能看到贴纸的边缘的 接着就可以对比一下 左侧的呢,是金色马克笔进行补色的 右侧呢,就是一个偏电镀的一个贴纸的补色 实际上录像的效果呢 这个马克笔可能看不太出来 但是现实中马克笔因为是偏压光的 所以还是能比较明显的看出 但是贴纸呢,会在观感上觉察不出来 但是视频里的效果确实有点一般 这里呢,为了论证这个贴纸 确实电镀效果不错 我拿一个流道 我们把它切开 里面是原色的塑料 是黑色啊 接着我们来贴上电镀的贴纸 看看效果 好,接着再来看看对比 总之这两个效果 一个金色马克笔补色 一个贴纸遮挡 效果都一般并不完美 后面的制作呢 为了方便 我就全部都用的是金色马克笔 形形一个简单的补色了 这个电镀的套件确实不太好弄啊 临近完成呢 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最后怎么喷保护漆 之前小时候 大概十年前的时候呢 做过MG-101.0 我用军式的消极器的保护器一喷 金色的透明黄色 竟然被溶掉了 这次呢 我要做实验 我的右手呢 是军式的油性保护器 左侧呢 是水性保护器 我们来一个致死量 我们来看看 它对我们的电镀板件和这个套件呢 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好,这就喷好了 这个板件好像定没有被溶掉漆啊 难道说工艺提升了 左侧呢是喷了水性漆的效果 喷了小半瓶啊 右侧呢是油性的保护器 都是军式的 也就是说 影响并不大 水性漆也保持了以往一贯的优点啊 就是喷多了 它的漆膜会很厚 这里可以看到已经滴下来了 而油性漆呢则是 效果很好啊 还是可以的 这样 总之还是做完了 但是这次 我翻车了 作为一个几十年焦零的焦牢 我竟然翻车了 而且之前的节目里啊 我一直跟大家叮嘱 在梅雨天气的时候 尤其湿度比较大的环境下 是不要去进行喷漆作业的 但是 最近一直在下雨嘛 然后我顶峰作案 我给菲尼克斯喷了个保护器 结果整体都橘皮了 整体这种沙沙的感觉 我心在滴血啊 这个电镀剑怎么拯救不了 我总不能把它洗掉吧 等等 反过来想 原本的这个菲尼克斯 有点过于静面了 对不对 加一点磨砂的效果 是不是会显得更高级呢 你在想屁吃 就是对不对 如果说小伙伴们喜欢这种漆面 那你就专门去挑下雨天 去喷这个光泽保护器 反过来想 我还真是一个喷漆大师啊 但是我就拿这个梅雨季节 没有办法了吗 某宝上一百多块的抽湿机 整起来 超市里几块钱的抽湿盒 搞起来 我们现在看看机器上显示的室内湿度 已经在一个安全范围内了 但是防止机器啊 它可能不准 我在房间里啊 远处又放了一个湿度剂 现在看看湿度剂上的湿度啊 也是可以的 接下来我们就再来喷一次漆 让它稍微融合一点 底部这个已经橘皮的保护漆面 拯救了 回来了 它回来了 整体超级静闪闪的感觉 虽然说 机体的一些理策啊 可能保护器没有喷到位 就是还是有一些磨砂的感觉啊 整体的镜面效果 怎么说还是回来了 整个机体放远观呢 并不会特别的在意水口 金色加蓝色 这种非常安全的这个配色呢 也是让人非常的赏心悦目啊 比例也是很赞的 毕竟呢 在PG推出之前呢 这个HG的独角兽呢 是拼装里面啊 是比例最好的 MG腿太长嘛 细节上呢 头部的天线 没有用独角兽一号季的那种凸起 其他呢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整体配合上凤凰这个NT版的菲尼克斯啊 他有一个小尾巴嘛 让他显得整体非常的匀称 真是一个非常精妙绝伦的改动啊 老B的设计师真的太厉害了 我简直太感动了 这都能拯救回来 太棒了 除了主体 还额外多出三个武器配件 盾牌就是一个毁灭模式的展开状态 不可动 很硬 而马格南光束步枪呢 全身呢 也是几乎是一体的 弹夹也无法拆开 只有左侧的握把 可以进行一个展开状态 额外还给了一个弹夹 可以挂在屁股上 但是背后呢 是偷胶的 虽然之前开合的时候已经提过 但是还是要说一下 就是这次的菲尼克斯的精神骨架呢 用紫光灯照了 是不会亮的 财团还是把它缩水了 右侧呢 是我以前做过的 真的好久以前了 HGUC的觉醒版独角兽全装 这个 全装的独角兽亮起来 实在是太漂亮了 可惜了可惜了 老B这次NT菲尼克斯的出品 还是让人有点失望的 把玩上 首先呢 就是这个菲尼克斯NT版 标志性的尾巴了 底部大半部分呢 都是一个可以进行弯折的 横向的一个小关节 而根部呢 甚至是一个球形关节 但是安装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让它的每一节滑进去 而不要硬性的安装 否则里面的小凸点啊 就直接被刮掉了 虽然也能夹住 但是可动上就没那么手感好了 我的尾巴竟然是 一边是完全好的 一边是小凸点全坏了 我有点心疼啊 而这个大盾盘呢 是用一个横向的关节 把它架在背包上的 只能进行一个旋转可动 而前臂的这个光束剑柄呢 它也是缩水了一个旋转的机构 是一个插把式的 也不算就是夹着的那种 可以进行尾展开啊 至少可动 反正HG嘛 也还是这样这个缩水嘛 肩膀无法拉出 但是呢 可以进行一个微弱的额外上台 是多一个关节造成的 手臂呢 可以有一个90度的弯曲 并且可以进行360度的旋转 而腿部呢 也是一个有一个90度的可动 整体的可动中规中矩吧 但是因为它是HG级别嘛 所以你把玩的时候呢 并不会有精神骨架被按回去 就是一直保持一个爆甲状态 我是比较喜欢这一点的 既然都带到出租屋来了 就顺便说一下这款 全装备的觉醒独角兽 一号机毁灭模式 这名字真复杂 这款我非常非常喜欢 是好多年前做的了 可以看到上面连水贴 我都把它贴齐了 当时真的好闲啊 现在工作真的好忙 这款HG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有一个浮游盾牌 三盾连接的一个 能保持这样一个状态 有对应的支架 这在拼装版里面是为数不多的 毕竟全装备独角兽嘛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 反正我觉得是蛮丑的 就背一个大炮管的后面 后面还有那个推进器大棒子 实在是 我欣赏不来 真的有点丑 我也买了那个 PG的全装备独角兽的配件嘛 那个纵身 你想PG那么大 我家就柜子都放不下嘛 平时收纳 我只能说 就是把那两个燃料管啊 就竖着放在柜子里 我的那个PG独角兽啊 像就像经收了过多的 硬式教育负担一样 背着个大书包 真的真的不是很好看 但是这个三浮游盾连接的状态 我非常的爱啊 最后就来总结一下吧 这款NT版的菲尼克斯 毁灭模式电镀版呢 闪闪亮亮 其他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就是闪亮 就是漂亮 而且价格呢 也是相对适中的 像MG 哇 一千多块钱 而且呢 作为HG版本 它是不可变形的嘛 所以把玩的时候呢 相对的也紧实一点 不存在一些 你把它按回去啊 或者松松垮垮垮的情况 但是呢 又作为HG系列呢 它在一些地方 肯定是有所缩水的 而且呢 水口也没有隐藏 这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 瑕不言喻 我还是非常喜欢 这一套套件的 喜欢的小伙伴呢 就不要错过了 那就本期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